能不能用蜂牛筋煮饭量载 那能吃吗 一碗提神行的 蜂牛筋其实很小一罐知道吧 你如果拿蜂牛筋煮饭的话 那得买多少蜂牛筋 而且最主要是煮出来还不能吃是吧 典型的浪费钱系列 不提倡 大星你读到我的评论 也许我不在了 因为你长得实在太帅了 我都哭了 吴老师长得跟毛肚一样 皮糙若厚 别拦着我啊 别拦着我 别拦着我 别别别 虽然说这个话说的可能有点伤人心 但是人家说实话知道吧 你不要这样 你干嘛 我扛不到他 但是我扛得到你 我错了 太羡慕你的帅气了 我扔不住了 我是实在找不到那种 是我们两个帅气的词性 也可以说一点 大星你和老夫一起拍视频 真好看 对这样也可以 不要一直 要不然你先比我分分钟 各位亲爱的观众们大家好 我是大星 我是吴老师 今天呢 我想用本德纪里面的做法 来做一期超大版 辣死的爆浆鸡排 有心情没有 大的东西谁不喜欢啊 对吧 它是不是球形 你见过鸡排有球形的吗 哦 那 有啊 这期视频呢 只需要一万个点赞 一万个应该不多吧 这全几十万粉丝 你们点不到一万个 一万个啊 我真的有点看不起你们了 好吧 所以说兄弟们 记得为我点赞 接着在做这道菜之前呢 还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做 就是 镜刻附体 OK 我现在是一个励志搞大一切美食的男人 健大心 好 这个是在超市里买的鸡胸肉 32块钱啊 是7块还是8块 今天呢 我们要把那些鸡胸肉全部给切片 就是对半切 切完之后咱们用牙签把它给全部串起来 串完之后咱们再在里面包这个芝士片 换完之后再盖起来 然后再用牙签穿 然后做成一个超大版plus的爆香鸡排 够一家人吃的那一种 你干嘛 抽一出了吧 所以视频就是这么简单粗暴 麻烦朋友们跟上你们的点赞了 我真的非常希望你们的点赞 点赞走一走活到99 评论多一多收入1000多 收入1000多 首先咱们先把这个鸡排切个片 这种出活 这种比较细腻的刀工活就老吴来干嘛 要怎么签 就是这个肉对半切 然后不要切到底 就要可以翻一面嘛 啊 这种东西 好吧 你不是以前做厨师的吗 没有啊 你以为老的大脖子出 不是大盆就火扶吧 我就不能是大盆嘛 你要切得太那个了 切到底就不行 哎呦对呦 差不多应该这样就差不多 这个面是本来就乱开的 乱开没事 我不会说你刀工不行 那所有的都按照这个方法 咱们全部给它切片 接着呢我们开始下一步 就是用这个牙签 把这所有的肉 全部给它粘到一起 做成一个大块的 然后再在中间开始加姿势 先找两个好的吧 从这里扎进去啊 多穿几个 这顶就穿起来了 这个相当于就是 换照重组手术 OK 然后这边 全部按照这种方法 把它给扎起来就OK了 差不多就这样了 可以拿得起来就可以了 好大 接着呢 就是上姿势 可以用这么多吧 里面都是这种 一片一片的卡片形式的 第一片 第二片 应该是放不下的 我真没想到这个有这么大 OK 现在的方法就是把这个再给它翻一面 然后再用牙签给它粘起来 这样可以吗 差不多差不多 现在开始扎起来 全部给它缝合起来了 这个就是爆浆鸡排的半成品 接着呢咱们要做的就是 裹上面包汤 裹上面粉 裹上鸡蛋液 下锅杂质 亮面金黄捞出 隔壁老吴 又残酷了 今天隔壁小鱼残酷了 哈哈哈哈 爆面粉 我先调一点鸡蛋液 老吴你裹面粉 先裹鸡蛋液再裹面粉是吧 对对对 来来来来 看着糟糕的形状 你说明明常常能看出是一片爱心 接着转移正地 哇 这样就差不多了 接着就是裹上那个 铲小鱼的面包汤 来来来 再裹一层鸡蛋液 接着咱们就一部厨房 开始油炸 不过在油炸之前 我说过要用肯德基的做法 来做这道菜 所以今天少不了的就是 油炸专用油 气酥油 来把它打开 独立包床 可以可以可以 那现在直接一部厨房 走 先往里倒一点点底油 一点点就够了 花旗起松了 可以看到是这种奶白色的样子 来 接着温度打到肯德基专用温度 168度 放下去的话肯定是不行的 还是老估计就加一点调和油吧 加到这样的就差不多了 油热之后咱们就开始炸吧 OK 现在油热了 咱们把它放下去 应该是刚刚好 见证奇迹了 朋友们 接着直接开始炸6分钟 倒了3分钟 先给它捞出来 因为家里没油了 所以说咱们只能翻面 再炸3分钟 总共6分钟嘛 OK 再下锅 我们家汁是在里面 切一刀看看它会不会爆姜 可以啊 里面猜有没有 我其实里面都没熟啊 又回炉重造了一下 这次应该是可以了吧 再切一刀看一下 堵食知道吧 性感大型老吴 再先堵鸡排 应该是都熟了 看的样子就知道了 隔壁小鱼已经残酷了 先准备好这个酱料好不好 我先干吃一口吧 就干吃一点味道都没有 不过说实话 确实它吃着 跟肯德基买的 好像是一模一样的味道 刚才那个 榛子原味鸡的味道很像 倒点黑胡椒汁吧 就跟吃牛排一样 你这个汁好甜 哇 看见没有 有没有食欲 朋友们 不咸吗 不咸 没味 口味贼重 这个人 吃起来是不是就跟肯德基买的是一模一样的味道 讲真的 这个外面的这个酥皮嘛 炸出来的味道 真的跟肯德基有了这一品 是吧 里面是没有爆浆的 这个估计爆浆是不错了 不过外面吃起来还是可以的 来尝一口 啊啊啊啊啊啊 我去的后面都是指南哦 我加了料啊 香不香 可以啊 吃鸡的味道是不是跟肯德基一样的 嗯 就这个皮上好吃 是啊 里面露跟那样的 里面露一点酸酱 就是我们这次没买什么酱 跟那个笋子原味鸡一样 哦贵 估计这块鸡排外面被我们吃完之后 里面的可能就剩给可乐了 哈哈 那么今天这个视频也算是成功了80%吧 当然中途也有一些翻车 不过呢 总理来说 吃起来的味道还是OK的 OK 没问题 所以说视频都看到这里的朋友们 为我们点赞 大家要买单了是吧 大家要买单了 不要白嫖了兄弟们 那么本期视频就到此结束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视频 别忘记关注美食啦这个账号 我们是 狠狠兄弟 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